在下门有不少台胞搭上了乡村振兴的快车 登陆耕耘他们的田园梦 他们不仅将台湾优质肿苗和先进生产经验带到这里 也把汗水和情怀挥洒在这里 而伴随着农历22条等会台措施相继出台 他们的视野也越来越如鱼得水 今天我们就带您认识两位在下台农 听他们讲述他们与这片土地的故事 你长得非常美 我知道你现在不健康 少了肥料 明天一定补肥料 你看这个都被狐瘦我吃掉了 好可怜 大家好 我是莲花博 来自台湾 目前在厦门同安 莲花镇 莲花村 莲花山下种莲花 莲花感情跟她结已经三四十年了 所以也非常了解她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其实花是有灵性的东西 好像照顾一个人一样 你没有下来跟她对话 你不了解她长得好不好 选这块地的时候以前是一个放地 里面都是杀石头 经过了十年的改造 买泥土飞来飞天 种树立化 所以十年的工作才有今天 目前我们莲花世界将近有100种的莲花 我们还有五个基地 文化 艺术 还有科技放在厦门 因为我是来自台湾 对这个厦门比较有感情 华中华北华南 我也看她们的生活 她们最羡慕厦门的台湾 厦门无情无仪 人得好 有敏兰文化的一个传统 莲花代表非常地吉祥 严荣 融和 我们两岸的一家亲 秦荣这种莲花 一样 我断 十年 哎呀你看永远昏不开的 大家好我是台湾人宋志平 我是个农民种植台湾水果 我们在厦门祥安有一个观光休闲的农业的果园 种植了二十几个优良的品种的台湾水果 我原来的本业是房地产开发商 但是对农业一直有相当多的情怀 我是非常看好大陆的整个农业的发展 最主要是政府的一个鼓励和支持扶持的态度 每年中央的一号文券一定是关于山农的政策 地方政府在农业上给我们的补助扶持也就相当多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地里头下的这个有机肥料 每一年每一亩地都有补贴五百块 在大陆做农民 其实你只要肯学 我觉得蛮幸福的 我上个礼拜刚参加我们厦门农业农村局 培训新农民的课程里面 有一个就教我们怎么做电商直播 我也希望透过电商的这些渠道 能够增加我的通路 像我们新来炸到一个地方 在做农业在投资的时候 肯定要聘请一些当地的农民做一些交流 大宅村的从村领导到地方农民都非常的亲切 而且非常的好客 然后我们也把好的品种 好的优质技术带进来 这个是个双赢的局面 厦门香安是我登陆的第一家园 第一站点赞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